春节连续假期结束 同时也是许多人想要换工作的时机 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就表示 每年的过年之后都会涌现转职潮 也建议想要换工作的民众 可以等到找到新的工作之后再离职 避免工作换不成反而变成失业人口 另外新北市就业服务处 以及各区都有就业服务站台 也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过年后总之有许多劳工想要换新的工作 希望可以有更好的待遇 劳工局表示每年过后都会涌现转职潮 因此劳工局也建议想要换工作的民众 可以等到找到新的工作后再离职 避免工作换不成反而变成失业人口 其实转职潮劳工朋友最主要是希望说 可以找到比现在更好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是建议说一定要先保有现在的工作 然后再去一边做一边去找 就是我们所谓起立掌码 所以我们希望是现账 而不要贸然的就把现有的工作辞掉 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变成会 有一段时间是失业状态 劳工局表示通常农历春节过后 求职人数会突然增加 不过厂商反映的求财需求会延后 主要是厂商必须先盘点内部能力流动情形 以及预估今年度的业务量 劳工局会密切观察景气动向 并适时举办政策活动 有求职转职需求的民众可以多注意新北市能力网 所以我们建议是骑离掌码 那当然我们政府资源 有很多是就业服务的相关的资讯 比如说我们有24个新北市政府 有24个就业服务站台 包括我们三重 包括板桥 包括新店的三个大的一个就业服务站台 那其他还有很多24个实体的就业服务站台 那这里都有很多的一个优质的职切 那政府在开发这个职切 其实我们都有经过筛选 我们就业有经过筛选 这些都是合法的有商登的 然后它的劳动条件也是符合规定的 至少是符合劳机法的一个规定 那也有劳健保 所以我们也欢迎我们这个劳工朋友 我们的市民朋友多多利用我们这些 24个实体的就业服务资源 第二劳工局在2月份以及3月份 都会举办征裁活动 梅和新北市的厂商 市出超过3000个工作职缺 因此还没有确定工作动向的民众 也可以等一等 来参加市府所举办的征裁活动 找到心目中理想的工作职缺 第二张是幕长报道